大政治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現在為了要把韓國瑜打成草包 居然又在影片上面動手腳了 在昨天韓國瑜他跟陳其邁 一塊視察了高雄地區的疫情 那麼這段影片 被綠媒拿來是大作文章 甚至還被青綠的粉磚 在網路上面瘋狂地轉貼 他們當然都是在質疑說 韓國瑜居然會問陳其邁 笨笨的問題 為什麼說登革熱會爆發 怎麼會這樣 而且還是慣性的爆發 好像韓國瑜什麼都不懂 但是韓國瑜他真的 明明不是這樣在問問題的 在今天早上 其實韓國瑜他還再開了直播 再度地來還原當時的真相 當然他也痛批 這段章取義 簡直就是像丐幫的行為 好 用影片再刻意地剪接 張官禮貸 還移花接木 過去已經有好幾次的紀錄了 現在還要再繼續用這一招來做 這是算假新聞嗎 好 只想把國瑜打成草包 那凸顯什麼 凸顯其邁是暖男嘛 蘇貞昌不是還有秀出海報說 現在要對抗登革兒的話 是不分藍綠 但是其實他的用意還是要告訴大家說 真的還是得靠我們民進黨啦 因為你看中央撥款 還不是陳其邁拿了錢給高雄呢 所以現在用影片不斷地在那裡黑韓國瑜 但沒有想到現在也來打中天 你知道現在又有一個東京 日本的電視台節目採訪台灣小吃的店家 結果報導說這個小吃店播中天 是因為可以從系統業者那邊去拿折扣 在今天我們也特地問了問這個店家的老闆 他當場否認啊 所以這又是假新聞了吧 我們再稍後會一一地來釐清還原真相 另外一方面就是民進黨現在 他們不但是沒收公投 甚至連出包的官員都可以高升 比方說吳宏謀還記得他嗎 當時因為普悠瑪事件下台了 但是現在竟然是要當 中華郵政的董事長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一一的討論 首先來介紹今天節目當中幾位來賓 中國時報社長王楓王社長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這個國慶大哥 郁勤勒 大家好安 主持人媒體的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導演市議員黃敬平 大家平安 好 再為大家介紹兩位美女 你好 立法委員林彥秀 大家好 還有前立委張家俊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首先就帶您來看看 到底是為什麼呢 又在這個影片上面動手腳了 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讓大家了解 其實韓國瑜真的只是個草包 你不要把它想得有多神 你看現在就是這一段影片 大家昨天有看到在下午的時候 不是陳其邁特地南下了嗎 南下到高雄去之後 他也特地來跟韓國瑜 一起來視察這個三明區 當地的燈隔熱疫情 兩個人就在那裡互相搖耳朵了 但是沒有想到 綠媒拿來做文章 還經過剪接甚至是抹黑呢 當你看這個是綠媒的電視台 他們這個標題怎麼下的呢 你看就是韓國瑜在那裡問問題 說我有一個問題 然後同框陳其邁視察韓靜問 為什麼登革熱會大爆發 為什麼登革熱會爆發 怎麼連這種問題 都要拿來問陳其邁呢 所以你韓國瑜什麼都不懂嗎 就是要把它當作是一個草包嗎 但是韓國瑜在今天 他也有講了 其實我是在說 為什麼每次都是從這個地點開始 可是那個電視台 他是在變造 說為什麼登革熱會爆發 人家不是在問登革熱為什麼爆發 人家是說 為什麼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禮爆發 這個禮不要漏掉 這個禮才是關鍵 而且是慣性爆發 好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用意是什麼 就是希望讓大家能夠看清楚 韓國瑜真的只是一個大草包而已 別搞錯了 韓冰 是其實我覺得 現在其實不管韓國瑜小心 或不小心都沒用 因為綠營他已經急了 他根本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反正所有的東西 只要你講出來的話 他就想辦法把它 拉去前面後面 然後把你變造一下 就把你登出來 然後這樣子只要 讓一些人 傻傻的直接相信就好 其實你看這兩天 網路上一大堆人 他根本不去管 韓國瑜到底是不是真的 講這句話 他實際上怎麼講了 他就已經相信了 說你這種東西也要問 但是我必須說 就算韓國瑜真的講了這個 去問陳其邁的話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不可以問 為什麼不能問 老實說 這些小民每一個 都覺得自己很了解 那我請教一下 鄧個人為什麼會中期性爆發 誰知道 你們哪一個人知道 你們都這麼厲害講 對啊 誰知道 請教一下 就算專家也未必知道 我老實講 因為說是說每四年爆發一次 可是真的是四年嗎 不一定 有的時候是五年 為什麼會這樣 專家講得出來嗎 所以問這個題目 有什麼好笑 那些自認為自己知道 你到底知道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種東西要離奇效別 那只是顯示你自己的無知 所以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做一個市長 剛好陳其邁本身是醫生 他不一定會知道 但是你 因為陳其邁在高雄 時間比韓國已久 所以你可以問他一下 這有什麼好奇怪 我真的不覺得 這有什麼好奇怪 而且公共衛生 你算是他的專業的話 那也比較奇怪 就是他的專業 所以你去問他剛剛好而已 陳其邁答不答出來 我是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去接 後面陳其邁回答的樣子 大家應該都記憶猶新 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被一個主持人 問了半年講了五分鐘 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什麼 兩岸方面的問題 對 他完全結結巴巴 不知道在胡說八道 一些什麼東西 請教一下 那個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斷章區域 原來是整體集體重現 那幾分鐘 大家全部都看到陳其邁 左支右支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這種東西 我覺得你要就是完整呈現 如果剪接的東西 我只能奉勸所有現在的樂聽人 只要剪接的東西 一概都不能相信 實際上要看是不是剪接 其實你稍微注意一下動作 或是前言後語的對照 馬上就會知道 這是不是剪接 只是我覺得現在很可怕的就是 現在很多人根本不在乎 他是不是有剪接 他只是 我發覺很多鄉民 他看東西是怎麼樣看你知道 現在很多媒體 因為要吸引人家注意來看 所以他先列了一個 很聳動的標題 結果標題之後 你內文寫的跟標題 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大概有百分之 五六十以上的人 是只看標題 就直接下結論 他根本不去看內文 到底寫什麼 他其實這種動作 就是要去吸引這些不用腦的人 用標題把你騙進來 直接用標題 他其實騙進來 他就直接留言 他也沒去看內文 他就開始去批評這整件事情 但是現在因為網路時代 什麼東西就要講快速 所以很多人 就已經產生了這種直覺性的反應 都這樣做 民進黨就開始利用這一招 實際上我跟你講 這兩天我看過一個更好笑的 就是某作家 他把韓國瑜前兩天 對那個國中生摸他頭 然後用左手把他這樣子 請開的這樣一個動作 他說你用左手去隔開 表示你對這個人不信任 表示你在防衛自己 對 說應該要用右手 表示你對這個人信任 這有分嗎 你腦袋是有什麼動 我請教一下 這個人如果是左撇子 請問一下怎麼辦 表示左撇子 天生下來就不信任別人 是這樣的意思嗎 這個根本就是在鬼扯 只是要入人於罪 你那天所有看過影片的人都知道 他左手摸完他的頭之後 順手這樣擠他過去 這是一個順手的動作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所以你一定要 而且他對每一個人都這個動作 還不是只對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 這簡直是荒唐到一個極致 但是你知道 一大堆已經開始在傳 是啊 所以這個現在網路世界 非常認真的在評論這個動作 對 網路世界可怕 就可怕再這樣 但是我必須說 對付這種無恥的公傑 對付這種抹黑栽贓 老實說 正常人真的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因為你沒有辦法 學他一起這樣幹 你學他一起這樣幹 你就跟他一樣下流低級無恥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能說 謠言止於智者 現在我覺得在這個網路 快速發展的時代 每一件新聞請大家 看到之後 不要輕易瞎判斷 直接去看他真正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你才會知道真相到底是什麼 像今天早上 也有一個要 從日本傳來的 說要抹黑你們中間的一個新聞 有 對 等一下我們要好好討論一下 然後結果 某報一開始先報 後來自動下架 你想想看他為什麼會自動下架 表示他也知道 這是假的 表示他也知道其中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真的 希望大家做一個聰明的人 不要直接下判斷 先把事情的前因後果 瞭解清楚 這樣你在網路事態 才不會變成詐騙集團的目標物 其實對於韓市長來講 他看到陳其邁能夠南下 回到高雄 他是非常的開心的 因為他希望來 就是一起解決問題 那麼不要讓登革熱疫情 更加的擴散更為嚴重 結果在昨天 當然他在搖耳朵 其實他就是在問問題 問陳其邁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 到底是在問什麼問題 結果居然拿來什麼 拿來做文章了 剛才大家在看 我們在手版上面寫得很清楚了 他們電視台的標題是 韓竟然問為什麼登革熱會大爆發 他是這樣問的嗎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韓國瑜當時是在問什麼 我們來還原一下真相 沒想到韓國瑜下一題 竟然是問陳其邁 高雄怎麼會爆發 登革熱 我有一個問 為什麼 為什麼 暴發 這個就是有問題 冠心暴發 這個就是有問題 這裡並沒聞多 這個環境 大宗交流道 警察 有問題 為什麼都是從這個李附近爆發 為什麼都是從這個李附近爆發 而且是慣性爆發 慣性爆發 這個就是有問題 這裡並沒聞多 這個環境 聽大宗交流道 好 大家看到了 我們特別把兩家不同的媒體 他們所播出來的內容 直接拿來做對照 觀眾朋友您看懂了嗎 一開始我們所播放的是三立電視台 三立電視台它就直接 你聽到那個聲音其實是糊糊的 聽不太清楚 但是它那個標上得到是非常的清楚 說韓國瑜其實是在問 為什麼登革熱會爆發 可是我們馬上又秀出了 是台視他們所播放出來的報導內容 這個聲音你可以聽得非常的清楚 韓國瑜就是在問 為什麼是從這個裡爆發 從這個裡爆發 而且是慣性爆發 所以這兩者是大大的不同 真相其實就只有一個不是嗎 競平 其實這個欲加之罪何患無恥 現在這個韓國瑜 你剛剛看這個兩者 不同電視新聞台的畫面對照 就可以知道說韓國瑜在問的 你也可以當成是一個經驗的交流 為什麼我這樣講 所謂文道有先後 數頁有專攻 韓國瑜現在是現任的高雄市市長 請問陳吉邁有沒有當過高雄市長 他代理過 他當過高雄市的代理市長 之前而且兩度 在之前2005 06年花媽還沒去當的時候 那個爆發 花媽還沒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他當時不是去當代理高雄市長 高潔的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又是這一次要選舉 黨內出選開始前 他代理過高雄市的市長 陳吉邁多少有一些經驗 你說那只有短短幾個月 或是一段時間而已 他知道韓國瑜問說 為什麼是這個裡的慣性爆發 我剛剛聽陳吉邁講的也是廢話 他講的病媒文很多 廢話 大家都知道病媒文多 還可以講說14年15年的時候 一下子爆發的案例 從將近15000個病例 到將近2萬個病例 然後為什麼11年12年13年的時候 又只有三位數或是兩位數 甚至各位數的病例 然後1617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要請教他就是 可能他過去當過代理市長 我相信站在韓國瑜內心思數 在他的心裡面的想法去思考 他問陳吉邁過去你們怎麼做 然後怎麼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這是一種經驗的交流 你也不能不說是傳承嗎 陳吉邁多告訴他一點會怎麼樣 陳吉邁又是在地人 當初選舉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韓國瑜 不是高雄本身在地人 他就是一個空降 就是我對高雄市來說是外來 大家都知道 然後跟他說為什麼這個裡 這個區域是一個慣性爆發 他就想要知道那個地方不單純 陳吉邁告訴他說 這個病媒文很多 然後他講別的地方 像大宗交流道 還有什麼京師附近 有些地方 他講的有些 甚至有什麼私地 私地的環境 我不管 或許不管他是學醫 他是公共衛生出來的 至少他當過代理市長 他在市政府有多少一些 行政經驗 有一些交流的 告訴他以前的怎麼處理 然後慣性爆發什麼 但是我剛剛聽他 不管是兩家電視新聞台的 同一個畫面去拍 韓國瑜跟他的這樣子 私底下的這樣一個對話 或是經驗的討論交流 陳吉邁也沒有回答到重點 文不對題 所以今天你去用這個去說 韓國瑜什麼都不懂 他什麼都不知道 好 就算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不能問嗎 這是一種態度 如果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還裝得很 你衣服很了 你很懂 那不是一個半銅水響叮噹嗎 那韓國瑜至少 他把他真實了一面 讓他知道說 他其實不管是不此下問也好 或是他想要探究原因 他的慣性爆發在哪裡 就像剛剛賓哥問大家 其實我們也講不出來 除非自稱為好像很懂文職的議員 所謂翻白眼 你去講出一個所以然來 什麼叫慣性爆發 為什麼都是那個理 為什麼是那個頂經理 為什麼是那個交流道附近 為什麼是那個私地 為什麼那個環境 你告訴大家 你把生物學家都找來 所以市長做一個行政統籌的 他們講說 你到底是誰帶當市長 開玩笑 陳吉邁我剛剛不是講過 也當過代理市長 現在的確是 他是行政院副院長 貴為副院長之尊 跟韓國瑜去那邊 我跟你講今天用這種方式 就是兩個黑白臉唱雙簧 中央一個當黑臉一個當白臉 蘇貞在那邊當黑臉 打他打得要死 白臉讓陳吉邁去 但是真的是真的 把所有的經費都帶下來 請全力支持高雄嗎 我們後面的效應有待觀察 但是我要講 今天你們用這種角度 不管是綠營媒體也好 或是這些網路的這些酸民 你用這種角度和思維 去看韓國瑜 去問陳吉邁這個事情 你嘲笑人家是土豹子 嘲笑人家草包 無所謂 反正韓國瑜也不會介意 你就是瞧不起人家 罵人家低賤出聲 罵人家低層出聲 甚至有人說什麼庶民 根本就不是庶民 看人家的這個 產產生報哪裡是庶民 人家就不是韓子金湯子出聲 是要怎樣 把人家衣服褲子扒光光 把人家房子拆掉 把人家車子輪胎拆掉 才叫庶民嗎 笑死人 人家是草包土豹子又怎麼樣 就草 就土 你們這些精英政治 你們最了不起 你們最帥 你們最拽 傲慢到極點 這個叫精英政治的傲慢 讀過幾年書 你讀過7年4年8年5年書 還是研究所博士說是 很了不起 又怎麼樣 人家去問又如何 當一個父母官 他沒有把說自己的 好像官大學問大 用這種方式去學 用這種方式去了解 這不是OK嗎 那有什麼話好說了 而且拿這種媒體做 拿這種畫面做新聞 這不是遏止媒體的行為嗎 好 觀眾朋友 我們先插播一個最新的消息 攸關於重大的民生交通 這現在您看到了 我們特別上了一個標題 是在6月20號 也就是從今天開始下午4點鐘 長榮航空要正式罷工了 長榮航空從今天下午4點鐘 要正式的罷工 因為在剛剛最新消息是 長榮航空勞資雙方協商破局 所以從待會兒的下午4點鐘 就要正式的罷工了 好 那到底要怎麼樣 來收拾這個殘局呢 因為畢竟很多的航班 都勢必要受到了影響 那麼當然也因此 我們會持續的關注 也要請持續鎖定 我們中天新聞的隨時的報導 在剛才我們收到這個最新消息 立刻為您做插播 好 回過頭來我們剛剛在講的是 韓國瑜到底問了什麼問題 其實就很清楚 因為在剛才 大家看到第二支的影片 是台式他們所播放出來的報導內容 那麼這個報導內容你可以就聽得比較清楚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麥克風湊得比較近 所以這記者可能比較近的情況之下 能夠拍到會收到比較清楚的聲音 結果這個比較清楚的聲音 他告訴你的就是 韓國瑜問的是為什麼都是從這個里附近爆發 這個里附近爆發 而不是像三里所報的 為什麼登革熱會大爆發 兩者真的有差別 但是不管是問哪一個版本的問題 如果純粹我們就是聽 陳其邁他的回答的話 你覺得如果今天你要說韓國瑜是草包的話 那陳其邁你就不是草包 是可以因此比較加分 顯得比較專業嗎 這點我有點不解 我要請教一下燕秀委員 因為怎麼說 因為如果說 他是問為什麼登革熱會爆發 他說並沒聞 如果說為什麼都是從這個里附近爆發的話 事實上是問這個版本 為什麼都從這個里附近爆發的話 陳其邁怎麼回答 因為並沒聞 而且他也沒有直接的回答說 為什麼都是從這個里 是 所以你覺得呢 其實韓國瑜問的是重點 關鍵是陳其邁不敢 不能好好回答 三明區是過去誰的立委選區 是陳其邁的立委選區 但是現在民進黨斷章取義 或者是黑韓的這些影片 其實已經用到無所其極 這個選區既然是陳其邁的選區 大家其實今天可能連小學生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會有登革熱 當然是病霉聞的問題 但是重點是 為什麼會在這個里爆發 大家都知道 登革熱的問題 是在於環境的問題 是在於排水的問題 這個區長期是傳統的老舊市場區 好 如果過去有很大的數據 是過去的好幾年 連續好幾年 登革熱的數據非常高 後來我們成立了 高雄的病霉聞防治中心 我們有所謂的這些國務委員的人員 對於所有的熱點有去做監視 然後去教導所有的志工也好 環保局也好 怎麼去清理地方 讓地方沒有積水 讓草不要長得太高 讓病霉聞不容易 並不容易滋生 所以這樣有機會降低 我們所謂的登革熱的病霉聞 但是重點防治怎麼樣來做 讓這些積水讓草不要長得太高 當然是過去的下水道 排水能不能清得更好 但是我們都知道 排水下水道或做衛工館 下水道所有的排水 這個都是地下的工程 過去市政府長期二三十年 為什麼不做 陳菊市政府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把所有的 建設經費的資本們 拿去辦活動 這就是韓國瑜問的 為什麼都在這個禮 這個禮為什麼老是熱點 熱點其實我們只可以說 是標的方式把草除一除 把排水清一清 但是根本的解決方法是 排水要做衛工館 下水道要清乾淨 每年都要做 但是為什麼以前不做 我還記得前一陣子 韓國瑜有機會去看 衛生下水道 清出來是大的水桶 還有連棉被都在裡頭 以前這些基本工作 今年高雄其實不是第一年 有病沒聞 有登革熱發生 過去長期 年年都有 但是為什麼過去 可以治本或降低的工作 沒有在做 這就是韓國瑜問的主要原因 但是陳其邁回答不出來 反而去有某一家媒體 有特定的媒體 故意黑韓國瑜 然後做了這樣的影片 就是說怎麼會問 這麼沒有腦的題目 所以轉過來 其實如果有機會 了解這整件事情的原委 其實反而是要問民進黨 反而是要問 當時選區立委的陳其邁 反而是要問這個公衛專家 為什麼都在這個熱點 所以這個陳其邁 也沒有真正就這個問題 好好的回答 等一下我們當然也會來了解一下 今天韓國瑜 他特別在早上還開了一段直播 也對於這件事情 他也做出了最新的回應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們在剛剛所插播的最新消息 是桃園傳回來 這最新消息的話 敬平你可能要關注一下 因為長榮航空剛剛就說 協商破局了嘛 破局了 所以當然等一下四點鐘開始 就要罷工囉 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馬上回來我們持續關心 大家就趕快來看看 今天韓國瑜 他甚至在早上的時候 就拉了兩個局長 特別來談防疫的問題 但是他也針對這個影片 被拿來動動手腳做做文章 他說了心中的無奈 那邊副院長 第一個他本身學的是醫學 第二去三名區是他的選區 第三我就要問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由這個點 爆發的比例比較高 我要了解就是為什麼這個點比較高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自己要進行了解 那陳院長有陳院長的分析 最後我們也做了一些突破 我們發現那邊有個湖叫金絲湖 大家聊啊聊啊 人多就會出出個量 我們就想把這個湖水太低 把它拉高 放水進去 因為旁邊都是雜草 這個水一提高之後 這個蚊子的後代就要決絕 魚就會去吃 就可以把雜草裡面的蚊子的決絕 想辦法把它吃掉 但有人要黑去剪了一個剪輯 好像我們的大草包 去問一下陳其邁副院長 你現在網路上要黑 要不談 剪貼完畢以後來批判我們 那我就沒有辦法 接下來這個問題 就要好好的來請教我們一下 國慶大哥了 因為我剛才知道原來國慶大哥 你正前就住那裡的富君 我這個金載湖 差不多三分鐘騎機車 就是隔壁裡而已 隔壁裡而已 所以這個問題 應該韓市長問我就知道了 不是 他現在問陳其邁 所以其邁答不出來 應該國慶哥來問一答就是了 其邁答不出來就滿奇怪的 好 來 國慶哥你先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聽一下 韓市長現在在接受媒體的聯訪 我們先來聽一下最新的內容 航線的部分會再增加嗎 對 今天香港總商會在香港 已經創辦了158年 是西元1861年就創辦 是香港最大最重要的一個企業家 聯合起來的一個商會 那麼大概有30位左右 調查好像有10多位都第一次來高雄 顯然過去他們對高雄是陌生的 所以今天香港總商會黃柏林議員安排 還有總商會的主席 余主席一起來 我們非常的高興 他跨了很多行業 包括電信 不動產 還有金融 然後還有一些醫療 還有一些零售業 他各行業都有 所以我們高雄市政府熱情的歡迎他們 非常感謝他們 昨天還有海產的總商會也有來 最近香港的團體很多 昨天下午是香港海鮮總會來 那麼他們過去幾年來跟高雄採購魚 還有各種相關的水產品 今年他們決定對高雄加大採購 增加50% 我們非常高興 這個對高雄的養殖戶跟漁民來講 是一個大好的消息 我們都知道香港人吃海鮮 是全亞洲人最聰明最厲害的 他們很會看貨 知道高雄出來的水產品是最好的 所以他們今年加大50% 大概要預計 要可以增加更多我們高雄的收入 所以我們也是非常感謝 昨天是香港海鮮 今天是香港總商會 主席之前您剛是說響應市長 這個八大採才來的 所以今天看到市長感覺怎麼樣 很感謝市長白毛中 抽時間跟我們交流 我們總商會這一次到高雄來考察 感覺很好 適用很漂亮 我們有信心將來再高雄更多的投資 還有我自己就在零售的 也看到高雄的那個產品品牌挺多 今天下午我們會拜後幾個品牌 明天要美濃那邊看看水果還有菜 也希望找這個機會在我們公司 就辦一個高雄市的產品節 推銷那個產品 還有就是文化旅遊一起來 太好了 我們追快什麼時候可以在高雄投資 有沒有時間點 我們回去會帶回去很多資料 投資資料給我們的會員 他們自己會再跟你們對決 跟有關的部門對決 我們因此經濟發展局投資部的同事長官 以後我們會跟他們更多的對決 那市長明年這個時間有可能會變總統了 做生意的 謝謝 請問我們的什麼產品比較有興趣 謝謝 問三餅可以來 問陰島的 問陣子他們做生意他們都分了 市長吳一鳴在美國演講的時候 他提到說 吳一鳴 他在美國演講的時候提到說 市長身邊的人都像是黑金體系的人 像是蕭景田這樣子 那對於他這樣的說法你怎麼看 尊重他的說法 好 請繼續 那個華僑說有捐了三千萬 有已經到位了嗎 他們是怎麼樣 沒有 華僑這兩天看到高雄登革熱需要錢 然後自動自罰 然後那天在鳳山戶外開獎 也有現場很多高雄鄉親 熱情 然後也養起來都要捐 但是站在高雄市政府立場 我們非常感謝大家 請大家暫時不要捐款 我們市政府的預算能用的 以及中央行政院對我們的補助 因為本來消滅登革熱 就是我們分內之勢 那我們感謝這些華僑 還有高雄市民熱心的朋友 但是有些弱勢族群 特別需要照顧的弱勢者 如果有一些善心人士的捐款 高雄市政府是非常感謝的 說那個化學兵之前有需要說要化學兵 不過軍方好像說市政府好像沒有申請過 我們想一個狀態 如果這時候化學兵突然來高雄市 怎麼噴藥 範圍在哪裡 如何有效的使用這些藥物 他不見得了解 所以一定要先溝通 我們環保局整個這兩天就會去軍隊裡面 跟他們溝通 告訴他們範圍有多大 需要噴什麼藥物 要注意什麼死角部分 軍隊受訓的是軍事訓練 現在來幫助民間來噴灑 消滅登革熱的這些藥物 一定要有一套互相對接 然後互相了解的過程 這個都沒有做好 我們突然遞這個公文 我想並沒有辦法達到那個效果 另外跟各方面報告 我們預計7月1號開始 就請化學兵正式進來 這幾天要做什麼 要溝通 沒有經過溝通 這個軍隊來 他不知道怎麼去做的 而且效果會四倍功半 打折扣 所以這幾天我們最重要是溝通 這個沒有問題 為什麼還會有人挑剔 我們實在是搞不清楚 市長 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說因為我們戶外噴藥做得很勤 但是室內有可能會被忽略 那埃及班紋的部分會 非常有道理 如果我們一直注重在室外的話 室內把它忽略掉的話 的確是會造成埃及班紋之身 所以我們要每一個星期三都是反登革日 所以這一次我們要拜託整個高雄市民動起來 自己在戶內把該做的這些事情都要做好 大家一起政府跟人民一起來團結努力 在家軍隊的幫忙 我們希望登革日能夠整個被撲滅掉 好不好 來 您剛剛問的是什麼問題 對不起 上一次有人親入民宅就是去消滅登革日 是像軍隊一樣 那這次會不會有這樣的行動 我想這都有紀律的好不好 我們一切請軍方來支援 他有他的步驟 有他的紀律 有他的程序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溝通 沒有問題 這樣 7月1號才看要 會不會要管我機器 你說什麼 7月1號是軍隊來支援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高雄市政府所做 所有消滅登革日的努力 是ABCD的A 請軍方來支援是ABCD的B 我們希望A加B 但是軍隊是7月1號動 那我們該做的A 一步都沒有停 我再說一遍 高雄市政府該做的撲滅登革日的 所有的預防動作 一步都不會停 那7月1號以後再加上B 就變成A加B 這樣一講大家就很清楚 不是我們現在每天傻傻的在等 7月1號才開始 那怎麼可能 這個防疫真的跟作戰一樣 我們沒有一天 像今天早上我又主持了防疫會議 我們就是一定會全心全意的 請市民朋友能夠信任政府 更重要來配合市政府 我們一起來努力 好吧 好 觀眾朋友 剛剛我們看到了 一方面強調就是登革日的疫情 我們持續要做好 7月1號化學兵就要進來了 那麼現在高雄市政府 該做的事情一刻都不會停 這是剛才聽到 這個韓國瑜市長重大的一個宣誓 而此外你說登革日的疫情 當然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住 否則哪敢來高雄投資呢 甚至是來觀光呢 好 剛才講到了投資 今天剛剛這個最新的行程 大家看到了 是跟香港的商界代表 那麼一起見面 談的就是投資 剛才其實忘了跟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本來在3月份的時候 當時就是因為韓市長他出訪到香港的時候 他發現到說原來香港 從台灣來的這個農漁產品 只佔了3.6% 太少了吧 他覺得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他那時候就喊出來目標說 是希望能夠拉高到10% 現在有看到香港的企業界代表 真的來到高雄 好好的在進一步的洽談 所以還是在做努力的 這個韓國瑜市長 他最新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的確真的有在做事 不過回來講到這個登革日疫情 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國慶哥 為什麼其實在剛才在講到說 這個韓市長的那個疑問 就是老是在那個裡 那他昨天去看那個頂經理 這個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 為什麼每一年差不多都在頂經理 附近開始發生 我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頂經理附近 高雄人都知道 那個地方統稱打鍵金 打鍵金 因為打鍵金那個地方是 傳統的舊部落 舊部落 周邊有兩個窩 湖 兩個湖 中山高隔開 一邊是澄清湖 澄清湖地方有人說大鼻窩 左邊叫金獅湖 比較小 比較小金獅湖 金獅湖上面有一間保安宮的相位 蠻頂盛的 這是傳統老舊區 因為酒兵 最讓人注意的是 這兩個窩會被變一點點 就是剛好高雄市的兵儀館 是 你想想有誰會住在兵儀館周邊 那就是傳統老舊落 那些人才會住在那裡 新的人要買房子 他沒希望去買到兵儀館的旁邊 所以這傳統老舊落 老部落 老舊房價低 對 所以就了解說是怎麼 因為我們兩個窩 窩的旁邊一定有淺灘 淺灘一定有雜草 雜草就是決決寄生的地方 還有兩個湖是不是很多水溝 會通往這個窩 水溝如果淤積的話 最後是不是躺在這個地方 躺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統稱打鍋金 所以這個地方它這邊 大玉路 本關路 本關路 還有金鍋樓 鍋蔥雞 跟鍋金後樓 都是在這周邊附近 所以剛才雁秀說一句話 很正確的說環境的問題 人最好的居住環境 就是蚊蟲最不好的居住環境 相反的 人最不好的居住環境 就是蚊蟲好的資深環境 這相對的 所以說是怎麼都在那個地方 環境的問題 所以還是要根本從淤泥 去清除水溝塗的 注射都住在這裡 住在那兩個樓的旁邊 蚊蟲一定從這個地方起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種環境地性 所以說我還是建議當地的居民 應該要配合市政府的宣導 周邊的環境要去整理 但是有很多是沒住人 你蚊蟲中青蚊打拼金的旁邊 旁邊罐 那就沒住人 周邊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上障藏儀社的公司據點而已 他們只是上下班在那邊 其他時間不是他居住的環境 所以問題就出一個環境的問題 好 但是如果要講這個環境 是怎麼樣的話 其實陳其邁應該要很了解才對 因為早在23年前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那裡 來設置他的服務區了 委員 我們很好奇 你看像這次他特別到了南下 然後到了高雄 然後還跟韓國瑜市長 你看他的動作頻頻 但是偏偏我們大家就在想說 這個到底你是在這邊 想要凸顯出來就是說 今天是韓國瑜比較不專業 所以專業的讓我來 或甚至你可以把它聯想成說 今天你到了韓國瑜 要錢你要不到 所以真的要錢的時候 也只有靠我陳其邁才有辦法 我才是真正的高雄市長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我在這裡有感覺 對於韓國瑜市長非常的不捨 他到行政院去開會 也只是希望解決登革熱的問題 但是在蘇貞昌院長的百般羞辱 之下又被他酸 然後又被他扭曲事實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假設今天是 這個陳其邁擔任市長 行政院會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院長 這樣子的這種 有成見的行政方式 其實我覺得很不能接受 為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利用行政權 在幫蔡英文打擊 他最大的假想敵 然後用蔡英文 就是在幫蔡英文 等於是在剷除他的政敵 另外就是說 他我剛剛覺得說 靖平兄說得很對 他們就是一個創雙簧 一個半黑臉 一個半白臉 其實高雄市政府 民進黨的兩張臉 對 高雄市政府已經在 二月 五月都已經提出說 可能會有登革日的問題 但是行政院都不予回應 要一直到 陳其邁要帶著經費 這個暖男要帶著經費下去 他才願意把經費撥出來 我覺得這種唱雙簧的行為 然後為自己造勢 為自己這個 等於是黨政不分 我覺得說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蘇貞昌院長 他簡直就是把行政院 當作蔡英文的競選總部 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就是競選總幹事 當然我覺得說 這個媒體不應該去扭曲 不應該去扭曲事實 應該是事實的 呈現他的事實 韓國瑜他是博士 怎麼會是草包 對不對 但是大家要看 這過去其實用影片 來黑韓國瑜的例子 還不夠多嗎 你想想看 之前不是才在講說 在一個參會上面 結果有一個阿嬤 他居然還拿了東西 塞給韓國瑜 這個上面是紅包 紅包意思就是說 是塞錢給韓國瑜嗎 收下了什麼錢啊 但後來我們經過查證了之後 這才知道原來根本 只是一個吉祥物而已喔 還有你看這個畫面 說韓國瑜的嘴巴 一直動一直動 到底是怎樣 是有嚼檳榔的習慣嗎 說他嚼檳榔 但事實上 他的習慣只是要吃茶葉 吃茶葉他說 既能夠提神 而且還可以消除口中的氣味 他都已經講過很清楚了 像類似像這樣的例子 還不夠多嗎 可是現在一而再 再而三的 再繼續的拿影片來做文章 俊哲怎麼看 我覺得本來網路上 就有各種不同的文化 喜歡的很喜歡不喜歡的自然 會找一些點來攻擊 我看這次其實韓國瑜市長 跟陳其邁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交流 中央既然撥了這個錢下來 也要知道一下 到底高雄市政府 做什麼樣的準備 雙方如果還有什麼欠缺的 可以來做互補 像剛剛國慶委員所講的 其實地方還有很多的問題 要來解決 當然市長這邊 可以彙整更多的問題給中央 我相信他們不是這樣 片段的交流 只有一兩句恐怕沒有辦法 來解決整個高雄市 登格爾防疫的問題 可能地方應該 有做什麼樣的清理 或者中央化學兵什麼時候來 我想這才是一個 目前高雄市要來面對的一個重點 我不相信韓國瑜市長 你看剛剛看他的回答 其實他都有做很好的準備 中央其實要做的事情 也就像我過去一直來講的 只要其實高雄要的預算 其實中央能趕快來撥附 讓中央地方能做很好的合作 我相信目前孫昌也沒有要選舉 陳其邁應該也不可能 在這次2020有什麼選舉的位置 可以把事情做好 我相信無論對中央對地方 都是很好的事情 好 今天其實 只要是韓國瑜的什麼都不對 比方說就算他們現在拿了這個錢 可能來做的事情都是被質疑的 大家看看又有一個例子出來了 就是質疑這高雄市政府裡面 有個預算是邊境檢疫獎勵的 理券113萬 這個為什麼要有一個 這樣的一筆經費呢 結果現在你看 他們才剛質疑完 結果大家才赫然發現 其實這早在陳菊花媽 主政時期在2016年 就已經有的慣例了 這不就是又是 自己在打自己的臉嗎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剛才我們舉出來這個例子 就是說現在對於高雄市的 用錢的方法 他們綠營非常的質疑 甚至還說 為什麼你要花一個錢 怎麼還有什麼禮券 禮券獎勵 什麼意思 但是高雄市政府 都已經提出來解釋 這根本就是已經是早在前朝 就已經是編列的 所以換句話說 不要隨便的打臉韓市府 否則的話真的會打到自己 另外我們就要來看 現在你說是不是真的 像他們行政院他們講的 其實你要錢 我兩天就給你過了 你說高雄申請5300多萬 我們行政院是兩個工作天就審完 而且全額同意 所以陳其邁告訴你的就是說 我們真的該給的都沒有少 你看上面衛福部還有一個公文 說收到了這個公文之後 6月18號就送到行政院 然後19號就核准了 完全就同意了 但他們的算法是從14號 收到公文的那一天開始 而且還很辛苦的秀出來說 機關署週末加班審查 所以好像完全不敢懈怠 這是他們的說法 可是我們就要來問了 其實早在2月份的時候 當時高雄就已經出現了 本土性登革熱 2月19號高雄就去請中央補助 5月21號高雄又再次的 請求補助了 那你怎麼不從當時 2月份那時候就開始算起了 那一直到現在到6月19號 你中央才終於撥款補助了 所以換句話說 到底有沒有拖延 而足足拖延了 4個月的時間呢 所以這個時間的賬 到底應該怎麼算 韓兵 是 其實4個月的時間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如果說是以高雄市政府這邊 2月 我們2月3號發現 第一個本土性登革熱的病例 如果當時地方跟中央 就已經開始在密切關切這個事情 然後大家一起來動作的話 也許今天病例不會這麼多 也許現在已經得到有效的控制 當然現在說這些都太遲了 因為那個是已經過去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 當時中央給地方的答覆是什麼 他說要等你這些相關的 中央補助款 第二預備金全部都用完 再來跟我講 所以並不是高雄市沒有要申請 而是我一提這個 就被你直接打槍了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行政員現在故意卡你的康 就說你4月14號公文才來 所以他從那一天才開始 但是問題是 按照行政倫理的慣例就是 如果你根本不點頭 我公文不會送過去 為什麼送去也沒用 送去你也不會理我 所以通常說是你點頭 確定要這樣做了 我才會發公文給你 所以之前在2月講的時候 就是中央根本不同意 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一直拖拖拖拖拖 拖到現在已經10萬火急了 然後蘇貞昌還特別要韓國瑜 來開這個行政院院會 刻意剪接影片 把它修理一頓之後 然後再把球做給自己人 陳其邁然後再來弄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民進黨藉由登革熱 演了一齣戲不就是這樣 很明顯昭然若揭 他故意就是要等 他在等疫情擴大 老實講民進黨畢竟南部 台南高雄他執政這麼多年 他很有經驗的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去年 年尾開始一直到現在 這是72年來高雄最熱的一段時間 你天氣一熱雨水又多 登革熱一定不會少 這個是可以預期到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民進黨在南部 這麼豐富的執政經歷 他早就知道一定會爆發 所以我就故意等你 我就等著你來 這樣很殘忍 我老實講 我這是非常合理的懷疑 這是謝唐廷告訴我們的 合理懷疑都OK的 這攸關人命 是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 一個事情 你完全在把高雄市民的性命 當作你政治上的籌碼 當作你殲滅你的政治敵手的工具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一直等到這一切 他們的動作持續完畢的時候 陳其邁現在下去了 你看現在網路上1450 馬上配合了 你看陳其邁才是真正的市長 然後你現在做的多好多好 多有風範 韓國瑜多炒包 問題是我剛剛看到陳其邁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他在回答什麼東西 我說真的 他也是講得結結巴巴 離異辣辣 我不知道再說什麼 但他也是公衛的專家不是嗎 公衛專家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教授長什麼樣子 我真的很想去請教一下 他這個學位到底怎麼拿到 但是問題是 他們才不管這些 他就是赤裸裸這樣看 你看孫生長也特別在他臉書上 貼了一個像廣告 像選舉廣告一樣的東西 就是那張防疫不分藍綠 我們一起努力 你看他特別強調 6月14號拿到公文 然後6月19號就撥款 是 然後還說 5300萬全額不住國際化權幣協助防疫 然後你看就是他跟陳其邁 兩個人一起 不是說不分藍綠嗎 他沒有看到韓國瑜在上面 我跟你講不分藍綠 就沒有藍綠 只有我綠的沒有藍的 只有綠的 只有綠的 所以不用分了 因為只有綠的 所以還有什麼好分的 不分藍的綠 是啊 問題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兩個人 你們是防疫的主管嗎 其實不是 你如果算你來講 應該登這個類似這個廣告 而且不應該只是 登在你的臉書上 如果真的要是用宣導的方式 你應該讓全國民眾都知道 那應該是疾管署 或是衛福部這些人出來呼籲 怎麼會是以行政院長 跟副院長 老實說這應該是 中華民國第一次防疫 是由行政院院長 跟副院長出來 應該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這是非常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擺明了在幹什麼 在幫自己打廣告而已 然後他打廣告的目的幹什麼 就是利用高雄市民的不幸 來幫自己打廣告 你說這還不夠惡劣嗎 然後居然還有1450 可以歌功頌德 講得多厲害 不覺得這是很低級 很可恥的一件事情嗎 但是我老實講 這實際上最可怕的 就是這種人 不要臉人最可怕 因為他都已經不要臉了 他覺得我就這樣幹 反正我有1450可以支持我 再幫我喬邊鼓 那有一堆傻瓜會相信我 我幹嘛不這樣幹 我要臉又不會對我有什麼好處 所以他們現在就擺明就這樣做了 然後這些傻瓜就傻傻的被他騙走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們可以繼續這樣幹沒錯 我相信台灣聰明人 還是比傻瓜多了 大家很快就會看清楚 你們內心的險惡 你們真正可恥的地方 5300萬 這個韓國瑜急得要命的這些錢 現在陳其邁帶下來 帶到高雄了 韓國瑜當然是充滿著感謝 很開心 因為這對大家來講都是救命錢 可是等一下我們要好好地問問一下 這國慶哥 這個5300萬裡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政治算計啊 韓國瑜可要小心了 為什麼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